Liz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這條影片是一個購物分享 就是我自學過入了夏天之後 買了什麼夏天的單品 其實跟著我好久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是每一次轉季都會拍購物分享 或者穿搭片 但是這個夏天 韓國韓妹之間流行的風格 是非常之鄭重我的好心 所以我看到每件衣服都想買 每件衣服都想買 每件衣服都想給錢的程度 同時也有很多朋友看Vlog 看到我日常穿的衣服都會好奇在哪裡買 所以這次就想拍一集一次過 跟大家分享這個夏天我入手了什麼單品 如果你喜歡韓系穿搭的話 這條影片可能對你有少少參考的價值 如果要用今年夏天韓國的風格 我覺得是復古街頭 是比較運動風格 稍微一點 第二個重點 就是很多的上衣都是做Crop 做短版的 所以今年夏天韓國 露條腰出來 似乎是勢在必行的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基本款 今年夏天是一定要有的 我會建議你買一些Crop的內疊背心 其實就像我現在穿的這一件 你會看到它是短版的 大概是臘骨最後一條 所以它配一些高衣的單品 其實是多方便 多白帶 而且今年Crop的內疊背心 比較流行的剪裁是這些平口的 我自己這樣的打底背心 我都入手了好幾件的 因為其實一定不會出錯 有些黑色 白色 米色 有了一件這樣的打底背心之後 我們就開進一部發掘今年韓國流行的上衣版型 例如是這些 哇 這些真的超輕的 其實我第一眼看它 我覺得好像小時候讀書教我中文的主人穿的 但金鎮輕的這種短版綁帶的外套 其實是可以搭到很Sporty 很Casual的 其實這些外套搭任何類型的內疊都會很好看 這樣搭的話 就算夏天很熱 你也可以做到一些層次感 這種類型的綁帶小外套 你在韓國各大的網購 你一定會看到它們中影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不過我自己覺得 今年韓國都是流行不飽和色 就是一些比較曖昧不明的顏色 譬如這隻mint的顏色 它都是做到飽和度很低 出來是有一種清新 文青的感覺 我今年是很喜歡mint的顏色 因為我現在衣櫃是跟顏色分的 然後我看到綠色是有這麼大 這麼大一個鬆 全部都是綠色的衣服 我覺得這上衣搭這些漁膚帽 當然夏天你選一些淺色的漁膚帽 是不是? 搭下去 我第二件買的夏天單品 就是這個夏天必備的牛仔短褲 其實這些顏色的牛仔短褲 我想所有女生都會有 但是為什麼我今年又要再買呢? 就是試完 我覺得我的價值觀開始慢慢不同 我之前收拾衣櫃的時候 我就找到一些我之前買的短牛仔褲 當時我拿起這條牛仔短褲 我心想究竟怎麼穿啊? 實在太短了 所以我真的開始慢慢排斥一些過短 甚至連屁屁後面屁股蛋 這麼安慰的位置都會露到那些 我就真的不穿了 這次買這一條呢 其實你看看它好像很短 但是它後面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它後面跟前面的長度是不同的 你會看到前面呢 特意做了一個小cutting 就反了一塊布 令到你前面安全的位置 其實可以老多一點 令到腳的比例可以拉長 但是去到你的後面 即是接近你大腿筋部 屁屁屁股蛋那些位置 它的布是特意長了一點 是令到我非常之有安全感 而且它的板型也是寬鬆的 但腿這個位置是非常之油韻有緣 眉落無垃超緊身 敬顯下半身的曲線 這個剪裁我也對不想認老著的 二婚婦女是挺friendly的 就是這一種的 開胸crop的小外套 都是流行中的 這一種它穿起來比較溫柔一點 感覺會文青一點 所以如果你平時穿搭是喜歡斯文的 同時都是sweet一點 girly一點 我覺得今年夏天可以嘗試這一種 又是裡面一件打底背心 然後你再穿這些crop的小外套 我真的 真的每一件都是短板 大家 這一件像藍色的短板上衣 這件衣服最明顯的point set 就是中間這個束繩的設計 這個已經興了很久 不是一件新的事物 但事實上韓國真的還在興 因為它的材質比較薄一點 所以它未必可以修飾到身形 它會將你的身形如實地展示出來 如果譬如你手臂跟部這些位置 比較多聚肉的話 穿這些很薄質的衣服 是會顯露出來的 它又不會讓你肥了 但它就是會讓你show到你有聚肉的位置 所以這些類型的衣服 我會建議上身比較瘦一點 就是比較骨感一點的女生穿 就會很型很漂亮 這隻顏色也是一個非常夏天的顏色 我通常會配一些淺色的下半身 這條麻漬的白色褲 這條褲其實是完美地embody 今年夏天流行的褲 今年夏天的牛仔褲 或者下半身的褲 是行寬鬆版的 腳都不是 它是真的很寬鬆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或者有某些很年輕的觀眾 甚至還沒投胎的時候 有一陣子流行過一些很闊很闊的褲 我小時候擁有過一條 然後擁有了那條之後 覺得自己很型啊 然後才開始流行Skinny Jeans 似乎現在這種 闊筒褲的潮流又回來 另外一件事 我都說過很臭 必定要選擇非常高腰 因為今年所有上衣都是crop 如果你的褲是不夠高腰的話 我想不是很多女生的身材 可以處理到 胃腩啊 肚腩啊 我第一個會先哭出來 因為我的下腹是完全不見得人的 這條呢 就是另外一條 它是 我手上的這一條呢 它就是一個 非常之大破洞處理的一條 復生牛仔褲 它穿得非常之漂亮 因為其實這個洞呢 它不是一個尷尬的位置 如果它太高的話呢 你就會很怕 我的三角線的地帶 會不會在坐底之間 被人看到呢 如果它太低在波羅蓋上面呢 你又會很怕說你在坐底起床 就是屈動你的膝蓋的時候 會不會扯到這個洞越來越大呢 那它呢 就正正是在你膝蓋 和大腿根部中間 開了一個這麼大的洞 那其實這個位置呢 假設是你大腿最幼的位置 所以都算是 可以顯示到身材上面的一些優勢 那穿它的話呢 可能上身後我會搭 黑色啊 灰色啊 這件在某一條vlog裡面出現 難怪有超多人DM和留言問我 這件我在哪裡買呢 Alan Alan 你知道它有很多牌子 這個牌子叫做Plasmasphere 我不知道香港Alan有沒有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它的舒適度除了緊了一點之外 都OK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很貼身的衣服的話 它可能會令到有點不自在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它在Alan這些位置 白色的斜線 就是很highlight到這一塊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整個人最見得人的地方 就是鎖骨以下、脹骨以上 這個位置我覺得 透過這條線有highlight的 挺好看 挺漂亮 而且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哈哈笑 繼續上衣的部分 剛剛就說了很多中性和casual的上衣 如果你本身都很sweetsweet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這一種 我可不可以穿呢 我現在有表演穿的 它這一款呢 你會看到crop得來 其實中間都是非常鬆身的 無論今天你這裡有多少肉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 那些人會知道你肩膀很瘦 然後手袖位呢 就有一點點的公主袖 真的很少的 穿上去也不會像盔甲 我兩塊腫起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 它是挺顯示到 女生在身形上 天生已經很漂亮的一些線條 頸的線條 肩膀 是鎖骨的線條 一些歪歪玉 褲魚 其實這一件是遮得不錯 而且它的舒適度是非常之高的 這一件其實都可以搭很多的下半身 例如剛剛說的這些褲腳牛仔褲 另一個韓國今年夏天的point 我講的好像韓國網拍一樣 就是accessory 今年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 一秒之間 所有人都很喜歡蝴蝶 所以很多韓國的鎖骨鏈 都做了一些蝴蝶的設計 雖然我自己對蝴蝶這個生脈是無感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些點綴是挺漂亮的 而且它的感覺不會太斯文太girly 但同時也不會超街頭超中性的 配很多不同Style的衣服 都很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飾物的話 今年蝴蝶的飾物可以收一兩件 但又不用說真的買很多 因為始終蝴蝶今年實在太流行 如果下年不流行的話 下年就全世界都知道 你這些蝴蝶是2020年的產物 我覺得點到即至 買一件兩件襯衣就OK的了 好 下一個我今年非常流行的元素就是 Tai Dye 其實我覺得幾年幾年就會浮臉一次 今年它又浮出來了 我自己覺得Tai Dye的元素是挺有趣的 還有有一點點Hippie Hippie風 所以我自己會把它穿一些非常casual運動 真的好像小時候上PE堂那樣 這褲真的挺像我小時候上PE堂跑圈的運動褲 它的質地也是運動褲質地 非常之舒服 彈性有強 又不會勁促身 所以有時我會穿來睡覺的 我都會建議大家配襯一些飾物 譬如帽子 這些東西 令整個風格更加完整 因為我自己結了婚 一隻訂婚一隻結婚 我又不想脫離脫海 我就很少在戒指上面 戴一些其他accessory 所以我就會用帽子 這種style其實很適合戴魚肚帽 但是可以戴一些顏色重一點的遙孚帽 咦?我這件taintop也很配搭遙孚帽 一件附身的T恤要配搭遙孚帽 或者如果這個髮型不像我這樣很容易出汗的話 夏天也可以戴拉帽 但媽媽會不會罵我? 如果夏天戴拉帽 我覺得我媽媽會罵我 你是不是瘋狂的?你下天戴拉帽 你去哪裡? 上身冬天下身夏天 那些人不敢以為你瘋狂 她的聲音在我腦子裡 在營繞著 好像這樣 我也真的想試一下自己去戴戴 不知道出來會不會漂亮 我上次看了很多人自己在浴缸 或者做個盤子去戴戴 出來的效果挺漂亮 我自己也想做一個戴戴套 最後想分享一個小袋子 我講完了 今年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袋子 我買了回來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袋子 其實我一看就覺得很像狗袋子 就是你把狗狗放進袋子 然後帶去搭地鐵、搭巴士的草物袋 但是我越看得多 我覺得它真的挺隨便 而且容量很大 挺白搭的 雖然我選了一個不太白搭的模型 如果你想白搭一點的話 你可以買黑色、白色、米色 這些正式的東西 它真的很可愛 一纜上去就有一種 我準備好野餐的感覺 那我的狗在這裡 水瓶在這裡 齊齊齊 出發 唯一一樣東西 設計上有一點問題 就是它這條帶 它這條帶真的是一條橡筋 所以要看回你 這個袋子裡面 成重多少 如果是一些很重的 譬如我那天會拍VLOG 戴相機 有一點重量的東西 我整條帶會脫到它墜行 然後這個袋子 就會一墜墜到屁股的位置 整個觀感又有一點不同 雖然容量大 但是不可以放一些太重太聚的東西 但是這種搞紙型 然後看起來很像寵物袋的袋 韓國夏天是流行中的 以上就是我今年夏天換季時 買了的一些單品 我自己觀察到的 一些韓國夏天女生穿搭的元素 如果你有朋友 換季都煩惱買什麼衣服 不妨分享這條影片 給他參考一下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還記得 我們下條影片 它們呈現什麼 i promise i'll be with you as soon as i find a way up